虽然天气已经变凉 不过高雄市的登革热疫情 却还在不断的加温 上个礼拜增加的病例 创下今年入夏以来最高 总共有41人 卫生单位推测 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变凉 蚊子都躲进比较温暖的室内 才会让更多人被叮咬 天气变凉 登革热疫情却不断加温 高雄市前阵地区 周二就出动将近30组人力 同步喷药 连没人住的空屋也不放过 为了举办试运 高雄市从年初就不断加强 鸡茶登革热病霉文 7月底之前 本土登革热病例数都挂零 但是疫情从8月开始升温 上上周确诊病例37例 上周确诊病例17例 还创下单周新增病例41例的新记录 机管处推测 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凉 蚊子都跑到室内才会增加感染率 另外防疫人员在监控疫情时意外发现 家门口的水沟也是并没闻自身的源头 家户前面有一些水龙口 水一灌下去可能造成一个积水不流动 干净的水就容易有自身源 定期的把一些洗衣粉 把它放到里面 让它起泡泡 结结就没有氧气 不臭却蓄积清水的水沟 是这波的防疫重点 除了喷料 民众平时可以把洗衣粉 或漂白水倒入水沟 也能抑制碧美文的滋长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